为什么很多儿女长大不孝顺 因为从饭桌开始 父母就已经做错了这四点 第一 一定要让孩子等人到齐后才能动筷子 几分钟是饿不坏的 但却能让孩子懂得尊重别人 第二 最好的菜不要放在孩子的面前 要放在长辈面前 不要给孩子特殊照顾 以免滋养他的自私 第三 家不是饭店 做什么就要吃什么 不能挑来挑去 第四 吃完饭后不能拍拍屁股就走人 要帮忙收拾碗筷 让孩子明白自己也是家里的一份子 有义务承担家务 家长们记住了 爱孩子不是纵容孩子 而是从小要让他学会尊重